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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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剧情上来说 有人说他是动画版疯狂的石头 总体故事的连贯性不错 人物关系也清晰 角色的性格不是特别突出 但不影响观赏 电影以一个南方小城为背景 述说了一个工地司机小张 为了给整容失败的女友去韩国重整 无奈抢了自己老板的剧款 以此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人性贪婪与金钱的追逐大戏 其实整部电影在观看时容易让人有一种讽刺的感觉 对剧款的追逐 中途有人抛弃爱人 有人抛弃心情和人性 但最终 势必都得为此付出生命 以及其他的惨重代价 照理说 这部电影整体来说也算不错的 但是小影看到有人说 它就是一个烂 是今年最烂的电影 而且从时长 配音和画质以及剧情上说这部电影很烂 可能小影不是个专业的观影者 无法从动画的帧数 配音是否专业等方面来解说一部电影 但是就第一次观看时 我觉得自己喜欢 能看懂 能有所获 有所思考 就算一部值得推荐的电影